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哎呀,我们还得接着说上海的事啊 真是没完,这事没完啊 哎,今天呢,有一个好玩的事 怎么也得说点好玩的事啊 苦中作乐吧,真的啊 那个,说有一个小伙子啊 他呢,这个,我们就称他为雪佛兰车主吧 开着一辆雪佛兰,然后从外地到上海去那个面试 面试,面试什么呢,面试一家大公司 大家想想在上海的这个大公司 对,就是马斯克特斯拉 他叫那个特斯拉去面试了 然后,非常,寸啊 就是面试刚结束啊 然后呢,上海就疯了 然后他就被困在上海了 走不了 大家知道的是啊,只要你不是外宾 现在其实外宾也知道了啊 一会儿那外宾的事我一会儿也讲啊 那然后呢,他就没法离开上海 也没地方去住 为啥呀,因为他没地方去做核酸 他做不了核酸,他就走不了 然后呢,他也找不到地方可以住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接受他 因为没有核酸证明啊 哎呀,没办法,他就怎么办呢 他就找到了一个公共厕所 哎呀,这小伙子真的特别聪明啊 他找到了一个公共厕所 然后呢,因为整个都被隔离了嘛 是吧,所以呢,那公共厕所也没什么人用 就是差不多呢,这么多天吧 也没几个人用啊 所以他就独占了这个厕所 然后呢,你知道他找到这个公共厕所 有什么好处啊 你想啊,公共厕所有水,有电 有插头,有插座 所以他就呢,其实他在野外生存的话 倒不发愁上厕所的问题 是吧,但是你想 你没电的话,你这个,你手机啊 你都得充电嘛,是不是 哎,然后呢,你没水的话 你怎么生活呀 哎,所以他就 这个,找到了这个公共厕所 然后就为他所用了 然后住呢,就住在自己车上吧 要不开车嘛,就住在自己的车上 然后呢,这个做饭啊 什么埋锅造饭,就在公共厕所里 是,这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大家,大家不要那个 不要随便的开脑洞啊 这公共厕所里边还挺干净的啊 尤其是,你还在上海 就南方啊,因为我在南方生活过啊 我在南方生活过十几年 那就是他,不是你想象中北方那种汉侧啊 不是汉侧啊,那是很干净的啊 这个,他既然这个,这个掌控了这个厕所 是吧,所以他也就 他,他也就要负责这个厕所的卫生 不是嘛,是吧 那好歹是自己,自己家的这个,是吧 这个,这怎么说呢 你,这怎么说呢,是吧 那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半个家嘛 是吧,哎 所以厕所还是收拾的挺干净的啊 然后呢,做饭的话呢 生火啊,他得吃热的呀 是吧,哎 然后自己呢,就是 还,还掌握了他这个,的确啊 我觉得他去能应聘这个特斯拉 肯定是在这个动手能力 肯定会比较强啊 所以他的确 有很高超的这个野外生存能力啊 他自己呢,还能保存活种啊 然后呢,这个还能呢,就是埋锅造饭啊 就是烤馒头啊,还能炒菜啊 还能,还能搞点这个,这个野菜啊 因为在野外嘛 啊,这个也,也知道哪些菜能吃 哪些菜不能吃,是吧 而且他就是,他这个还会蒸馒头 他自己还会蒸馒头,厉害着呢 啊,自己蒸馒头 后来他就蒸馒头,还怎么办呢 他就是还这个,还卖馒头啊 对,他就自己蒸了 然后就发现啊 这个,这个,这个我还可以 那个,我还可以搞点收入啊 然后呢,至于他具体怎么蒸馒头的 这个,这个我真,这个我真不清楚啊 真是啊,就没看到更细节的东西啊 反正是,这个地方是在崇明岛啊 被困在崇明岛 然后呢,他还,还,还自己呢 还搞了个那个,钓鱼啊 然后还钓鱼 对,他还钓鱼 然后自己还能解决自己的这个 吃婚啊 这只鱼怎么得算个大婚了 是吧 不但有蔬菜,有水 还能烧热水 那,公共厕所那儿是吧 然后呢,他还能蒸馒头 我估计他可能也多少有俩钱吧 然后,能买点是吧 能买点那个基本的生活用具 这是,在我就,国家再时间长点,是吧 再时间长点,估计他能在那儿搭个房子 能盖起,盖起个房子来 然后生活起来了啊 结果呢 这可恨的事是哪啊 就他这种情况啊 人家,有人问他说 你那还有馒头麦吗 他说现在我不能做了啊 这个什么呢 就说,这个,这个,这个 我被举报了 你想想,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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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这还是人嘛,是吧 就到这种情况 还有人举报他 你说,还有人有心情去举报他 哎,就是说这种 活得像蛆虫一样的生物啊 真的是,永远都不会绝迹啊 真是永远都不会绝迹啊 这个举报,举报别人啊 这是得有,得有心怀多么大的恶意啊 一丁点这个良心渣都没有 真是,哎呀 然后这个,这个是啊 怎么说呢 这个可以拍个 可以拍个片了 真的是啊 可以拍个片啊 将来,将来这个上海这个结束了之后啊 有心的人 我就这两天在想啊 有心的人将来可以拍好多精彩的电影啊 真的 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拍个精彩的电影啊 比如说那个啊,这个走路啊 这个逃离上海啊 逃回香港的,是吧 比如说那个95岁的老太,是吧 啊,这个威武共棒啊 然后从翻墙啊 逃离方舱回到自己的家 捍卫自己的自由的,是吧 再比如说那个啊 这个拉着行李箱背着包啊 从方舱走回家的12岁的小男孩 是吧 哎,对了 那个又辟谣了 啊,辟谣了 说什么 说那个,呃 这是谣言 啊,说呢 不是走了50公里 啊,是走了20多公里 妈的 呵,催他一脸 是不是啊 呵,就是有些人呢 真的是啊 就是啊 就是呢 很多人 而且还是啊 就是他还不是政府的 这个部门的啊 啊,他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他别的不积极 追求真相不积极啊 这个探问这个问题的本源不积极 帮助别人不积极 他举报很积极 他辟谣很积极 你说这种人啊 这个早晚都是有报应的啊 上帝肯定会啊 上帝肯定会给这种人以报应的 不用着急啊 哎呀 然后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 啊,就不是大家呢 曝光了这个上海嘛 就是说他们把这个蔬菜啊 都是这个产了 扔到垃圾桶里 是吧 然后呢 结果那个蔬菜 那个上面蔬菜包都还有 来自辽宁赠送的 捐赠的 是吧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啊 也是上海的南桥镇政府 又辟谣了 又辟谣了啊 说这个 网民抖音发布的 辽宁捐赠上海的物资 被浪费 扔进垃圾桶 说呢 这是谣言 啊 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呢 因为长时间的运输颠簸 啊 这个蔬菜已经腐烂了 所以呢 我们才把啊 那些发了眼儿的土豆啊 是吧 几岁了的番茄 烂的黄瓜包菜啊 挑出来处理掉了啊 那么 是我们呢 是这个 在处理的过程中啊 整理的过程中呢 就是啊 就是这个 这个 呃 是在处理坏蔬菜啊 使你们产生了误会啊 那么结果呢 哈哈 辽宁不买账啊 啊 那你们把这个 把这个锅啊 甩到我们身上啊 还是我们 给你们好心好意 捐赠东西 然后你还说 我们捐赠的东西 运输过程中 不当 是吧 然后呢 辽宁 辽宁这个 这个辟谣啊 辽宁这个辟谣 咱们得支持啊 然后 辽宁就 辟谣 上海政府的辟谣 double辟谣哈 那 他说呢 他说 就是上海啊 居民啊 说 啊 这个是吧 物资被浪费 辽宁捐的物资浪费啊 然后呢 政府呢 说这个是什么呢 说辟谣 说是这个 长时间运输啊 导致变质不可实用 那我们辽宁方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啊 这个 这个 圆户的蔬菜 我们是全程都是冷链运输的 每隔四到六小时都打开啊 开箱检查 全程录像的 这是可能政府还是比较了解政府 是吧 所以呢 对 黑吃黑啊 这就真的是黑吃黑啊 这是 你想把锅甩给我们 你不知道老子是干啥的 是吧 这种事我们早就有准备 早就有预防 是吧 想当年援助辽宁呢 肯定也这样处理过 因为 所以呢 我们为了防止背锅 我们全程都录了相了 我们一直到 用到你那都是好的 哎呀 让这样的事情呢 就多来一点啊 对对对啊 多来一点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 可以看他们预防相争 那么 然后呢 这个 还有一件事啊 就是 上海的打车 打车的这个啊 就是我们前面讲好多好多的 那个 信息啊 都提到过 打车 打车难 打不到车 是吧 包括你那个 走路回家的小孩 是吧 包括那个走回 这个 走到这个机场的 那个 逃到香港的 那都是打不到车啊 或者说这个车 跨区不能 不能这个 开 是吧 这都是很 很让人头疼的事情 所以说现在呢 就是说你一个上海人 如果你要去机场啊 你要你要逃离这个上海啊 是吧 或者是啊 你啊 这个 国际机场也好啊 就是浦东 是吧 红桥机场 你 逃不到 润不到国外 你润到别的城市也行啊 回家也行啊 是吧 哎 现在是什么呢 这个 费用啊 这个租车啊 打车 现在竞争 这个都非常的高 就是比如说 有的离浦东 啊 机场 那就是说 这个 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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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东的原生体育中心附近 到浦东机场 然后呢 这个 司机呢 开价多少呢 开价一万二 这普通人呢 你 你 你怎么说 你 你跑不了了 没钱啊 是吧 哎 所以这 现在这个 车资很贵啊 啊 这个 这个怎么 就是说 你 你这是 这是一种什么关系 供求关系啊 你能上路的车很少 能上路的车很少 那能 有资格上路的车 然后需要车的人 很多 你想想 供求关系 当你这个 这个 这个 供 大于求的时候 他就 他就 便宜 是吧 你 为什么 你看我们打车 夜间打车 车价 你都比那个 白天要高 是吧 然后还有下班的高峰期打车 你车价也高 这都是很正常的啊 你弄在 我们在美国打车 也是这样 一算 哎呀 这个 这个时间短 这个时间点 打车很贵 那我们走着吧 不打了 或者说我们等会吧 就是啊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现在呢 有很多人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干嘛了 已经开始呢 又出来了一个新的词 叫什么呢 叫脏钱 说呀 这个卖高价蔬菜的啊 这个卖高价 这个日用品的啊 不如就是 不仅蔬菜 水果呀 这个肉蛋奶呀 是吧 反正总之是 这个高价日用物资的吧 说只要你的价格啊 就是高 对吧 高很多 那么还有呢 这个打车的 是吧 开车的 这个车价呢 明显很高 是吧 那人来看呢 就是高的离谱 是吧 然后人们呢 就开始用一个词 叫什么词呢 叫脏钱 说是在挣脏钱 哇 这个已经呢 就是从之前的说 不是说你们这是在发国难财吗 可能是说发现 说发国难财 大家不买账 是吧 因为一说发国难财 大家就会想 谁制造的这个国难呢 是吧 这怎么会变成国难呢 你和平时期 又没打仗 然后风调雨顺 又没又没怎么样 然后大家活蹦乱跳 方舱里还跳舞呢 是吧 这个 你怎么 你怎么可能叫国难财 大家发现 舆论引导 发现国难财不行 国难财这个词 不好引导 引导着引导 引火烧身了 烧到自己身上了 是吧 然后掌握舆情的 想了一个新词 叫脏钱 哎呀 这个太好用了 这个一下子就挑动群众 斗群众啊 人民群众的热情就上来了 是吧 肮脏的手啊 那只肮脏的手啊 再怎么样啊 再打劫我们老百姓啊 是吧 你在这个时候 竟然还要挣脏钱 是吧 好吧 又成功了 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以后啊 就是你要你的脑子要清楚 你要知道这个脏钱 这个脏钱 他的用意什么 他的用意是为了让你们彼此相争 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 能够给你搞到日用物资 能够穿破重重阻隔 送到你手上 能够给你搞到一辆车 能够准时准点的把你送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人家都是在拿命在挣钱 知道吗 那挣的不是脏钱 那是用在那人家都是在博命啊 都是在用命还钱 而且人家这样做 救了你的命 难道你的命就只值那撒瓜俩枣吗 是吧 所以不要再说啊 不要再说挣脏钱 没有挣脏钱的 人家靠自己的啊 靠自己的这些劳力啊 智力啊 体力啊 心力啊 是吧 人家挣的钱 这都是什么钱 啊 这都是什么钱 这 这都是 在 在 救命 这都是在救命 当然除非他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故意的给你给你弄 比如说他卖东西 他给你弄来坏的 是吧 烂的 但是那往往都不是个人 个人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不是吗 给你弄坏的 变质的 吃着拉肚子的 过期的 假冒伪劣产品的 都是有组织的 是吧 都不会被斥为挣脏钱 都不会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啊 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不要上这个档 千万千万不要上这个档啊 就是这个面对任何问题啊 脑子要清楚 脑子清楚是最重要的 什么辟谣啊 是吧 什么又发明出一个新的名词啊 你不要被他把你带进去 你要清楚的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 是谁把你带入了这种困境 你永远不要啊 真正被带风向啊 还有一个词叫带节奏 是吧 真正带节奏的人 再说别人带节奏 知道吗 脑子很重要 要不然的话 你说你 你就真有一天被饿死了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可能还被那真正害死你的人 感恩戴德 对呢 要解救你的人 咬牙切齿 义愤填膺 你说你 死也要做个 明白鬼吗 不是 对不对 更何况有这些啊 这个允身不蓄的人 是吧 有这些啊 这个守望相助的人 那么我们不那么容易就会死掉的 只要没有死掉 我们就要保持记忆 保持清醒 那些啊 在我们众民之间散布纷争 让弟兄姊妹彼此仇视的 那些啊 在青天白日之下 是吧 残害无辜 老弱 残害 妇孺 孤寡 残害 困窘 寄居的人的 他们才是我们的仇敌 就要搞清楚 谁是你的朋友 谁是你的敌人啊 他们才是我们的仇敌 所以呢 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温馨一脚的事情啊 就是也是上海一个小姑娘 跟邻居说 能不能借我点菜 让我拍个照 然后我还给你 邻居说 怎么可以借给你 但是你为什么 他说 因为我要给我妈拍张照片 让我妈看看我 这里什么都有 然后这个邻居说 那你是不是都好多天没有菜了 吃了 他说 是 我都是每天只吃泡面 然后邻居就没再说什么了 然后这个邻居就很清楚了 小姑娘肯定是呢 没有什么收入了 因为团购的菜都很贵 然后他舍不得 他不是不可能团不到啊 因为年轻嘛 就他舍不得啊 就是说 因为不出去工作 没有收入嘛 然后这个邻居呢 就把菜呢 放到小姑娘的门口 也说 菜也不用给我了 你就吃吧 然后呢 结果他给别的朋友讲 然后结果那个朋友说 那你还够吃吗 你要不够吃 我再给你点 然后他说 我够 我们家啊 这个团了 这个啊 这个不少 然后我们呢 吃的也少 再说呢 吃完了还可以再团 哎呀 我看到这个真是 眼泪都要下来了 感动的泪呀 然后他们 他们的聊天就说啊 看那个小姑娘说啊 这个每天都吃泡面 我说这眼泪都下来了 然后我看到他们这样 哎呀 彼此相助啊 我的眼泪也下来了 真是 然后还有那个小姑娘 你看 报喜不报忧啊 怕妈妈担心 然后借菜给妈妈拍 也不告诉妈妈妈 我没有吃的 我没有吃 我没有钱了 我怎么样 是吧 这样的啊 多一些这样 彼此相爱 爱人如己 真的啊 这就是彼此相爱 爱人如己 这是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我们无论如何啊 我们都要记得 就是我们是个人 我们有良知 有上帝 放在我们心里边的那个良心 所以呢 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摸着良心去做 你的良心安吗 安 你就去做 你的良心不安 不安 那就不要去做 这就是神 上帝 放在我们每个人 在创造我们人的时候 放在每个人心里的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